哈囉大家好我是星田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東京Vlog第二集 上一集跟朋友們在東京到處吃到處逛 這集當然也少不了各種各樣的美食 還有日本好朋友帶路 吃到了現在日本超紅的店 還有跟著摘摘大逛秋葉園買玩具 還有好多滿目的東京 就繼續看下去吧 嗨 我們現在要來吃午餐 那這一間是很厲害的 嚴選洋食Sakurae 今天是因為有日本朋友帶路 歡迎好好喔 嗨 歡迎來日本 終於見到了 終於見到了 今天是網友見面 謝謝好幫忙訂了這一間 那這一間洋食很厲害 就是有榮獲白名店 我們點了這邊有名的蛋包飯 然後現在是先上一座好餐的成山 有沙拉 然後又有湯 那飲料的話也是這邊特製的 這杯是有很多莓果啊等等的 紅酒 反正它的Menu上就寫特製 所以看起來就很厲害 然後反過來說那這一杯呢 是用我們特製的檸檬沙瓦 不會很濃耶 其實很像喝果汁 最後會有一點點那個紅酒味 很香 這個是那個竹筍 記者是春天才有 然後這個是它那個炸竹筍 好可愛喔 這個一開始我還以為是炸蝦 然後現在湯也來了 嗯 好香喔 這個是牛排醬的蛋包飯 這個是他們自製的番茄醬蛋包飯 然後蛋包飯其實也很貼心 可以點一人份或者是拌粉 超級好吃耶 超好吃的 它很脆耶 山椒鹽 然後淋它的檸檬跟特製醬 這個麵衣好細緻喔 哇 好療癒喔 然後我從這個上面切切看 這樣子打開看上面有層 是有一點點半熟 所以它的魚有點吃起來是 兩層蛋皮的感覺 蛋餐醬有一點 真的完全鹹喝 好好吃 哇 謝謝 謝謝好好 大家說日本的茶廳呢 就是你在預訂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問一下有沒有這種 特別的精神服務 但就是要提早食物味 然後提早預訂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一間 不純之茶 它是昭和風的咖啡廳 生意超好的 我們剛剛問完之後呢 因為現在沒有位子 所以就請我們出來等一下下 然後馬上又來了好多組 一直有人來問 真的是生意超好 底下那一行日文好好說 一直是心情不好的人的垃圾床 所以來這邊心情就會變好 所以來這邊心情就會變好 現在真的很好 越來越多人了 看來真的是很厲害的店喔 我們的飲料跟點心都來了 然後這一間很可愛 它主要就是有販賣一些甜點啊 還有布丁 然後都是很昭和風的設計 蘇打汽水 而且是各種顏色都有 上面就加一些冰淇淋啊等等 那我們就點了一些 都是它的那個Menu上面 有特別推薦的款式 超可愛的 好可愛 然後剛才看Menu的時候 也還蠻有趣的 就是它的有些東西呢 都有分 一般的跟不純的 不純的呢 就是裡面都有添加酒 像是有加威士忌啊什麼的 而且那Menu上面也有賣很多不同的酒 也許晚上去的酒吧之類的 上面這個就是奶油 生奶油 生奶油 生奶油就是好綿喔 很好吃 香草冰淇淋 切完它這個切面 非常的紮實 會有那種空空或是軟軟的感覺 吃起來又是很綿 很厲害 手工布丁 這邊就是有冰淇淋 然後有可能很多奶油 但他們的鮮奶油真的很好吃 布丁就沒有淋焦糖 跟這個比起來就比較 沒有那麼甜 然後雞蛋味就更明顯 我愛吃 很甜 但是很好吃 吃完非常飽的 桌椅都矮矮小小的 很可愛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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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開心開心 好吃 兩天好吃 分享給大家 今天的第一站是 人數的 Human Made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有發新品 現在架上 全部都是 今天發的新品 然後 兩位男士呢 已經開槍了 開買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位 哇 片長 片長 我們的0TD 很有巴 都進去的好意思 不拿東西出來嗎 因為我做人都是這樣啊 不好意思啦 Yuma Made 狂粉 看到囉 今天發的帶子 今天下雨了 但是還是 撿不了大家想逛街的心情 原宿開掛了 立體的螢幕看板 現在要來逛這一間最大的NB New Balance行鑑店 逛到晚上天黑了 大家越來越多待 很兇很兇 我們現在已經買得差不多了 店員都差不多關了 來拍原宿的アフリ 超多人 參場 現在大家現在站起來 還有安琪 一杯 嗨 太友善了吧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們被拆開了 他們坐在對面 我們的餐都來了 都是吃沾麵 搭配雞叉燒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叉燒飯 我點的是 辣味的柚子沾麵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另外我們還點了一杯 Bully的柚子 HIGHBALL 看看這個麵條 沾麵的話 麵條會比上面 多了一點點 類似人麵 非常的好吃 非常給大家 這個 好喝喔 喜歡這個麵條的話 很推薦 它的麵條味道 蠻重的 嗯 很微 掰掰 我們回來了 然後今天呢 晴空塔有燈光秀 變迪士尼100周年 所以晴空塔 它就會變顏色 會變不同的角色 超可愛的 現在是白雪公主 超美人 超美人 啊 胡迪 八十光年 飛向宇宙 浩浩浩浩浩 浩浩浩 我們現在來排隊 就是上演的拉電 麵條 而且就是要先買好 它這個感覺 然後再來排隊 都是投幣的 所以只收現金 那我們點的就是 第一個 鴨蔥拉麵 我們拍了一張 金月的蔥 然後剛才電影師 讓我們投入蔥裡面 三種選兩種 那我問它有沒有推薦 它是有一個 所以我們都是選 一個的蔥 我們進來了 大概排了四十分鐘 桌面上有這些 有油脂的紅椒耶 超級喜歡 還有自家製的這個醬啊 椒跟醬油 這罐子也好可愛 變小小的總共十一個位置 我們的拉拉麵來了 一般算量的話呢 是兩片肉 然後大小就這樣 不算大 感覺是一般的 再偏小一點點 像看點的就是肉量增加的 所以總共就有六片 好我們的蛋也來了 很可愛 這個蛋是150 它這個桌面很特別 是像榻榻米 摸起來很花很舒服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比較少是這種做肉 肉片超好吃 這麼誇張 超快吃 不是你想像吃鴨肉的感覺 這鴨肉片還是呈現 本嫩本嫩的樣子 真的很好吃耶 嚇到後悔沒點很多肉的 對不對 很 酥肥的感覺嗎 咬到後面會有那個 鴨香味跑出來 好像應該要點家肉喔 搭配的是這種細麵 湯很好喝 很清爽 油味也夠 所以吃起來就是很舒服 蔥超甜 天不吃蔥 但他說蔥超甜 吃起來像高麗菜的甜法 很甜的高麗菜那種感覺 我就沒有很重的蔥耶 來看一下這個 超甜大蔥 嗯 很甜 完全不會蔥 這個蔥超好吃的 另外這款蔥比較有口感 切得很細緻 帶有一點脆度 稍微有一點深深的嗆感 搭配湯頭很香 麵條比較像 稍微有點偏硬的蕎麥麵 吃完原味之後也很推薦 可以搭配一點柚子胡椒試試看喔 糖心蛋我推薦蛋控 一定要點 切開後的色澤非常漂亮 不用任何的佐料 就自帶甜味 口感非常綿密 很像在吃甜點一樣 我覺得很驚艷 完食 可真的大家就在下雨要來拍 很滿足 很不會見喔 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要來 秋葉原 Akihabara Station 我們今天要跟著 我們的宅底天賞 來好好逛一逛秋葉原 先去哪裡呢 魂商店 萬代魂商店 就是很多限定的 限定的東西 看看今天會帶回多少玩具呢 好我們的第一站就是這一棟 Tamachination 在JR出來就可以看到了很大一間 放完了剛剛那一間 很多很精緻的公仔 但是裡面不能拍影片 就只能放一些照片跟大家分享 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腳全部都是可以移動 你都可以擺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喜歡的動作 那如果喜歡收集這些公仔呢 還蠻推薦的 但是就是也不是都有貨 只是可以進去碰碰運氣 那如果有研究的話 當然就是預約起來 預訂起來 好 再來拿 好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間 就是這一間 興奮啊 整個眼睛亮起來了 不一樣啊 這樣你們都給我走很前面用跑的啊 好期待喔 我們也很開心 只是怕買太多玩具裝不起來 我昨天已經在一間玩具店吧 安妮亞抱回家了 很大一集 我們出來了 從六樓一路逛下來 然後在五樓跟四樓直接大開殺戒 買了一大袋 這些都是一盒一盒全部的 懶得抽盲盒 再來我們來逛這一間Akiva 很不錯耶 因為很多以前網路上都只有盒子或照片 不知道實際上怎樣 給內行挖寶的 對 這邊就是很像格子去 有非常多展示 可是價格很多都不一樣 所以要有一點概念會比較好 這間HAPPY OFF 也是有很多中古未開封 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錯的價錢喔 也是適合挖寶 他有看JOJO十隻海蠻 神父的第一個提升 白蛇 正銅板價 對 500日幣啦 這個不買太可惜了 直接把公碟插在頭裡 來扭蛋啦 哇 好多各種 小廢物 什麼都練具 小廢物 欸不錯耶 200塊 我第一次扭這種耶 送出來是一張紙的 換日幣 下次出國在要不要買方便的 或是一些票券卡 都可以放在裡面 而且是破吉他的 我想要破吉他的 哈哈 現場要 好 水龍頭喔 我跟你講 扭蛋這種東西我教大家要玩 就是要找一些療癒的東西 對我來說什麼療癒 夠費 你知道這個費到怎樣嗎 剛剛心田問我說 哪一個最不想要 我完全選不出來 我完全選不出來 那是有差是不是 哈哈 台灣還不在場地 好來了好廢喔 我希望是上面那兩個 欸好像是耶 是嗎 是吧 是 紅色的 可以啦 扭蛋的訣竅就是 無心流 不要想要什麼 哇 欸可以當吊飾耶 欸他是可以鎖緊的耶 那他前後都會有一個到一個地方會鎖緊 拜託 要扭就要扭就什麼 板凡直接兩台 你想要哪一個 你要問 你要問哪 莫非定律耶 那我想要超夢 哈哈 可能另外兩個會拿到 就是超夢沒有 超夢 現在兩個外殼都是紫色的 哈哈 超夢 超夢 迷你Q 迷你Q 一隻 還是迷你Q 哇 兩隻 兩隻 你超級容易扭到一樣的東西 我剛剛扭這一台扭到一樣的東西 兩隻 蹦恰恰 快架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雞肉男快架 這飯筷子不差耶 這蠻好笑的耶 扭了十個 以後大家來家裡做客的時候 一人擺一個 背面也可以放 對啊背面也可以放 這裡是腰窩的 腰窩 或者是這裡 腹肌 然後扭啊扭 這很穩啦 就是都很穩 每個都可以 啊 這麼小 啊 啊 我最喜歡啊 啊 他扭定上去了 希望不要是一樣 灰色的 啊 超猛超猛來了 回了 打開又是迷 他超弄耶 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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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來這一間 Tamashi Nation 兩個人都下山下班了 呃 當店限定 然後又每個人限購 對 都不買啦 他們買的都是只有這間店才買得到的喔 都不過去啦 還限購一人只能買一個 我們現在來到了 新宿 要逛這個整棟的 Binx Japan 超級大棟 哇 沒錯 出發 哇 進來這邊 新商品 超可愛的 啊 Hotel 會回彈的喔 真的很像那種Hotel的拖鞋 一樓有點算是雜物 各式各樣的小物啊 或是包包啊 袋子啊 這種扇子啊 或是小毛巾等等的 真的很多需要送禮 或是很有質感的東西 像這邊也有很多的 皮製品 都很好看 我還是都有參與啦 我買了一些 我平常喜歡買的東西 像是杯子 然後碗盤 然後還有一些小束口袋 因為這個是新品 很可愛 然後我買了兩件貓奴梯 它上面寫 No Pet No Life 哇 而且超幸運貓咪的聯名 直到今天 對 我們現在要去準備吃晚餐 這一間在白貨裡面的茶泡飯 看起來非常好吃 生意很好 對 就是這個時間 就只有這一間是做滿的 我們都點了 不一樣的飲餐點 桌上有兩個 就可愛的罐子 看這裡面是什麼 喔 這個就是 海苔西 然後那個魚的圖案就是 才有點 喔好香喔 這一間茶泡飯專門店 在東京新宿這邊 有兩間 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就進來了 而且這間店裡面 有很多很可愛 漂亮的 日本女生 可以預期它的味道應該是 很清爽 清食 其實不是重口味的 理論上啦 不會太孤單 來了 哇 這個是人器款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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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想要的 哇 好可愛喔 南丸的鯛魚 它的吃法呢 就是 可以先把 這個醬汁 直接淋在我們的飯上面 先有一個 凍飯的感覺 吃完大概 一半左右呢 就可以把 剩下的 撈出來 到這個碗裡 然後加上這個 湯 怎麼那麼小啊 好可愛 然後泡進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加 剛剛旁邊這邊的 海苔絲啊 柴魚片啊 去調味這樣子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們是第一個 拍這家人 大家以後來 要去新宿吃那個 看他們有去吃那個 茶泡飯 很不錯耶 哇 好香喔 嗯 再加一點柴魚 嗯 它味道很好 嗯 這魚丸蠻好吃的 嗯 而且兩種吃法還不錯 嗯 嗯 很好喝耶 湯一喝下去就突然覺得 胃暖暖的很舒服 這個有哇塞 這個有哇塞嗎 對 那我要加 哦 好香喔 先加一點再把它煸 哦 很嗆耶 很好吃 這個要加 我本來就是很喜歡吃泡飯的人 那我覺得這兩個一定要加 嗯 海苔跟他一起喝的時候很像 剛剛有單喝他那個湯 感覺是有一點那種蔬果的清香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一間呢 就是分享給喜歡吃茶泡飯 然後再加上這個 雙飽 茶泡份雙飽 整體上呢就是很不錯 可以來吃吃看 麗酒牛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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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蠻多人日本美食的一個記憶 但我竟然是第一次吃 來日本那麼多次了 之前有吃過別間的定食物 我猜應該是大同小異都是這種牛舌啊 然後搭配一些醃漬的醬菜啊 然後飯啊湯 來試試看麗酒牛舌 吃到它很好吃 牛舌定食來啦 是有一點燕麥的賣飯 可以選大中小碗 我選的是中碗 然後像是 凡凡跟CAN都是選大碗 有沒有看到是一個 有點小山凸起來 然後飯大碗不用加錢 牛尾湯 小醬菜啊 還有一個抹茶丸子 定番的六片牛舌 我們來看一下CAN上的頂級牛舌 這個很厚耶 相比之下 這個顏色好漂亮 台幣大概是差大概200塊 200多 差滿多的耶 有點感 味道很重耶 很濃耶 不是牛湯 看起來很淡耶 這肉真的也不小耶 那算讚喔 這塊好大 肥瘦 你完美 對啊 好好吃 好吃 好嫩喔 嫩 很脆很彈 外面有點油 但是那個油是香的 試一下這個 片橫大方 給我們換了一個 頂級牛舌 看你是喜歡吃中間的這個 肥肥嫩嫩的地方 還有的人是喜歡吃表皮 有點膩脆的感覺 你就吃飽的比較適合 好嫩喔 真的很肥 然後 可以嚼它中間那個嫩嫩的肉 牙齒碰到表面的時候 還沒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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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它比較有一點牛排感 對對對 三分五分的牛排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以想像的 厚切牛舌 脆脆的 脆脆好吃 剛烈建議 嗯 拜託他們出汁二合一 對 對 一半一半 好像六片三片飽三片厚 不是很好嗎 真的 兩種口感都有 我們的帳單 我們兩個人是4380 然後CAN的是3030 這邊也有很多它另外販賣的食物 冷凍包啊 也有很多 咖哩盒啊 還有狗絲 狗吃這麼好 麗酒牛舌 好吃喔 來來吃居酒屋 這一間也是好好來帶我們吃的 點了 點了這個牛雜鍋 哇 含著寫白白的 全部都是牛腸 好肥好大 炸雞已經來了 超級大塊耶 炸雞也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特別又帶我們來吃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大家比較晚的班戟 我們就先來這邊吃東西 等一下再做一站 直接到機場 每一間店的人真的都超級熱情的 嗨 嗨 歡迎來到日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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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吃 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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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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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這是11碗 這個是他們很有名的59秒肉串 還給了一個沙肉 59秒內要把它吃掉 沒能夠吃東西還要直接吃掉 裡面會變很硬 裡面會變硬 它現在是烤的有點半熟 趕快趕快 一半了一半了一半了 不能再等了 嗯 嗯 嗯 厲害 哇 這個口感好特別喔 超嫩 雞肉也可以吃這種沒有全熟的 它現在完全沒有任何生味或是腥味 超級juicy 超巨胡椒罐表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是要點他們的印藏菜單 馬鈴薯沙拉才會有的特別表演 而且這個是在菜單上沒有的喔 好厲害喔 居酒屋這麼用心的做馬鈴薯沙拉也是 真的很用心 他們真的很可愛欸 這麼可愛 變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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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食物講話 鹽鈴阿 牛腸鍋吃的差不多 他們就會送上 飯 還有蛋 然後會幫我們加湯 可以做雜炊 可是是要自己做 所以今天好好來幫我們做雜炊 哇 好香喔 好香喔 牛油精華 都在這一鍋裡了 變比較乾了 哇 想在日本吃雜炊 先回家練習 好香喔 好香喔 香到不行欸 完食完食吃的超飽 四個人都很飽 我們總共點了一三六七三元 很好吃 拜拜 謝謝 那我們要回機場了 不是回 我們要去機場了 時光匆匆 我們要離開日本呢 這次我覺得也是偏向比較 回憶 繼續回憶東京 然後跟朋友 一起 購物 逛街 所以買了很多東西 下一次來就希望可以去更多東京的近郊 或者是日本的其他城市 那次 途流看看 現在在玩盲拆各自行李的重量 我猜我這一顆呢 沒有二十公斤 我覺得大概十九 我真的要超一點 二十二百 我猜十六 十六 這麼輕 來了 我們看到這個秤重的 先來 直接來 多少 準耶 我 21.06 準 超準 準耶 我這物差有可能最小喔 我剛才猜 19 18.02 這個他猜十公斤 哇 10.14 欸大家都很準 大家都人體放秤 再不然這邊上班 他剛剛猜這個16 17.46 你到底都很準耶 差很近啊 對啊 最後也很幸運 我們來到了免稅商店的おみやけ 買完就關門的 然後這次我們的最大心得就是覺得 沒有疫情更好 大家都可以重新這樣子旅遊 開開心心 然後也不需要戴著口罩 就是可以很自由很自在的旅遊 耐心好好的珍惜這個 重新獲得的自由 好 拜拜 好了 我們回來了 到台灣了 警察正式結束 謝謝你們收看 如果喜歡這影片就幫我點個喜歡 訂閱開小鈴鐺 下次見囉 拜拜